每队各有四人 共同完成60秒的唱歌计时 第一个人按开始 然后开始唱 由最后一个人按下 计时结束的按钮 每到60秒或者超过60秒 都会接受惩罚 三个特权道具到底有什么用呢 有一段15秒的音频 在你们挑战的时候 我会放给你们听 让你们感受15秒有多长 倒计时器15秒 这个道具只能由你们对 第一个演唱的人使用 这也太难了吧 接下来两队分头讨论策略 我们就唱卡的秒 这个拍子里的歌 我不知道秒是 这个得放这 他得吃拼 王牌家族有一项特权道具 是手机里面的15秒的一段音频 咱四个人就唱这首歌不就完了吗 但他的拍子不一定是在秒里面 你们可以先听一下 一定要记住这个旋律和这个节奏点啊 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一 一二 一二 商议时间到 就他 来吧 我们就拿这个来唱 首先由王牌家族来开始挑战 腾哥你的策略是什么 我们很巧妙地利用了我们的优势 四个人 每个人都唱一遍那15秒 合起来就是60秒 腾哥你就卡这个 按下那一瞬间就是卡到一秒上的 完美 王牌家族最终验证 请欣赏王牌家族演唱 勇气 还有勇气唱吧 有勇气 亏了给我提醒了 我还在这儿熟那个千万里 怎么 爱真的需要勇气 王牌家族 挑战开始 爱需要真的勇气 流言蜚语 好厉害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完了 快太多了 爱真的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你的真心 你的真心 挑战成功 不 不 他们前面早了 他后面多唱了一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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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老土 烤老土的记住方式 拼音接龙如何 好 拼拼 拼拼 快 再坚持一会儿 再坚持一会儿 拼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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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我本身就不怎么好嫁 再拖着你 我愿寻得一良人 若非良人 我宁死不嫁 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公平起见 公平起见 因为人数现在两队是不均等的 二位就加入王牌队当中 一起来参与下一个 好 好不好 不是这轮椅你怎么抢啊 这个 我近点吧 你把我椅子放这儿 脚在上面就可以 我站着这儿算抢着了 可以了 哈哈哈哈哈哈 来请王牌女郎 菲菲把第一轮的题目 拿到台上来 屁屁屁 屁屁屁iquisng 这个地读 登登登 desta 正着拿不行啊 用登登登造词 打电动滴答滴都可以 好的 谢谢菲菲啊 我们开始吧 双双双 这是可以的 开始双双双的行 那就叮叮叮 开车开车开车 开车撞的 滴滴滴 滴滴滴 大滴的 什么 大滴的 我错了 大滴的 你你找萍萍给你吵架了是不啊 你给你理论 哈哈大低的你什么东西 哈哈 走走回来 哈哈哈别挂挡了别挂道挡 来走走 续上续上续上 打豆豆 哎可以可以可以 低调点 哎呦 这是人话你这是人话 这个 懂弟弟 哎可以可以 嗯 懂弟弟 哈哈哈 这是人话 哈哈哈哈 大大的 哎大大的 爹爹的 耶 当爹爹 哎好好好 这道题到目前为止 都在亲戚范围内产生啊 对 呃 当爹爹 对对对 你当走了 哈哈哈 有几个呀 能当吗这玩儿 哎 说什么 我说对对对 没毛病这坏上毛病啊 对啊 怎么的哥 去跟去跟导演吵 走 哎 三重肯定 凭什么自我门 哈哈哈哈 庆余年队继续 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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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哎 急死我了 我的腿怎么好 哈哈哈哈 懂东东 哦 人名人名啊 可以可以 多动动 起来多动动 说说现场的 多动动 可以可以 我都看不下去了 什么都呀 不是 什么 快慢点慢点 哈哈哈 衣服脚里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再走两步就光芒 哈哈哈哈哈哈 看着点飞呀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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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肚肚 哎 好好好 哎 这样背啥 都肚肚怎么了 我是个孕妇 我都我的肚肚 他可能觉得你兜不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有那个点的多 哎 你看 点点的多 这个得带表演的 大抖洞 大抖洞可以 大抖洞可以 这个表演就多余了 这说出来很很明了啊 哈哈哈哈 那个小白你干啥呢 你在那儿 少少少少 对啊 哎呀 来这样 必须说一个啊 这回我们互相点人说 来 不是 我早就看这个小白 不舒服了 是不是 哈哈哈 跟我穿一样的衣服啊 大白 大白再来 大白先来 嘿 都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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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来 来小白 小白 来一个来一个 地大调 都懂得 那都说了说了 哎这么多人帮忙 身边这么多男子 我愿寻得一良人 哈哈哈哈 地大调 地大调 哎呦 地大调 地大调 就花花都竖起大拇指来了啊 地大调 我递过来 不递过来 地大调 地大调 没毛病 哈哈哈哈 哎 哈哈哈哈 不能地大叫 哦 哦 地大地大叫 你只愿意 你只愿意 我该我了 刚没大队啊 大地走啊 大地走啊 不是该你还该我 该该你了姐 你刚说被刺了吗 该我 我也不用你的 什么来着 什么来着 哈哈哈哈 大地走 大地走 这不是我说的 刚才是 我哥说的 你那个给你剪掉 哈哈哈哈 太太太走了 这个 太太走了 哈哈哈哈 哈哈 继续轮到王牌队 我们没答对 哈哈 大地走 大地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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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珍在升天游戏里面 哈哈哈哈 好 第一题 答题结束 答对 更多的是王牌队 耶 来第二题啊 菲菲 看一下题目是什么 游戏升级了啊 游戏升级了 阿波呲呲 怎么玩 文志彬彬 白雪爱爱 升级勃勃 对 怒气冲冲 不要再说了 咋还没起说没了 别说了 想不起来了 谢谢 谢谢菲菲啊 我们先来吧 本歌这话一戳 我就知道 你想到了一个 欧阳娜娜 嗯 欧阳娜娜好 海棠朵朵 好厉害啊 哇 大雪飘飘 可以可以 船水 不 这个 长夜漫漫 惊奇烈烈 哎呀 好 波光灵灵 耶 这轮都显得特别有文化 哎 法网灰灰 说而落落 说而失事 哈哈哈哈 说而失事 哈哈哈哈 哎不行啊这个 我没完 不是不是不是 你不能乱答呀 嗯 呢 嗯 风度翩翩 哎 很符合你的气 冷锅串串 哎 可以 哎呦呦呦 这个好 冷锅串串好 马路边边 哈哈 马路边 哈哈 金光闪闪 哎 金光闪闪 总算有个正常的了 王后娘娘 哎呀 这一说可就多了 拜见娘娘 拜见娘娘也行 后见娘娘 参见娘娘 娘娘得累死 再见娘娘 怎么的 这是他 熊猫滚滚 对啊 有一个叫滚滚 名词 你也滚滚 再来补一个 北风萧萧 你看这多好 这多好 鸡肠碌碌 想回事了啊 我又有一个 白衣飘飘 神经兮兮 信誓旦旦 起来起来起来 怎么拍的 干咱们了呀 我们的了 去去去去 小东过去 过去 盘情默默 漂亮啊 神马东东 现在标准很严格啊 混混不过去 这是 若云这是为了搞笑 不择手段啊 哈哈哈哈 啊 虎视丹丹 哎呀好 虎视丹丹 哎呀好 是宋丹丹 是宋丹丹 你再说一遍 不是不是吗 宋丹丹 太吵衰了 是宋丹丹 是 是啊是啊 应该是 刚才一会儿过去了 哈哈哈哈 继续啊 王牌队 继续啊 继续啊 错了 去 小东去 上 没了 上去 小东喊着没了往上冲 海绵宝宝 哎 绝了 这我们这个年龄段啊 就是哈哈哈哈 优克莉莉 大头儿子 哈哈哈小葱爸爸呀 小葱爸爸呀 喂 小葱爸爸 哈哈 秋风瑟瑟 哎 啊 来来来来来 小白与大白之音的较量 响入飞飞 响入飞飞 桃花朵朵 大零零零 豪之夭夭 好 大白 仪表堂堂 颜值早早 只能算一个 只能算一个 颜值早早 好 显得有文化一些 仪表堂堂 到底谁才能得以良人 仪表堂堂 啊 哇 怎么想出来的 哈哈哈哈 大白 我爱花花 我爱花花 哈哈哈哈 算了 哈哈哈哈 你们你们快快快 五四三 哎呀 冷 冷风收收 哎 昆风息息 哎不是你们俩大白小白的事吗 哎 来来来来 哎 你们要大黑小黑也没关系啊 哈哈哈哈 啊 刚才说什么 昆风息息 秋风息息 秋风色色 秋风色色 春风息息 冬冬冬冬可以说 大雪飘飘 大雪飘飘 说了说了说了 大雪飘飘说了 说了 美风笑笑都说了 白雪爱爱爱的都说过 白雪爱爱都说了 冬天不剩啥了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吃牛滑坏 哈哈哈哈 哎呀 夏天夏天快有啥呀 可可可你说出来过一个没有对方说了多少个 哎 这个 哎还是白白吧还是白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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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样这样 这样你们俩啊我跟你讲你们你们这样对批啊在批下去呢批不出来你们俩单独玩一个成语街龙国首字接对方的位子 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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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打老师 混蛋 在我梦里 我还能让你把我给欺负了吗 走啊 干啥 你看着啊 可悲 你到底什么人呢你 你马上就知道 一对一啊 一对一啊 事关两位男子的荣耀 荣万 童哥先来吧 你先说第一个成语 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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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哥 记性的 没问题 天天向上 尚未可知 诶 知了很多 全 多多益善 善于很多 没问题了 没问题 这样 我有电影 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 少 少少少多多 少少离家 少少离家 家庭作业 白 白齐了 白齐了 让白破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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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家庭作业再咋不是 已经都算成语了 给了个机会 没有好好把握住 这题获胜的清云年队 对啊 哎呀 主要怪在最后大黑一败 不比 对 王牌家族请上问答台 我们就是在这坐着看是吧 对 怎么观众 那么坐着呗 那我来这个最狠的吧 真有哥哥样 刚才跟杨迪是怎么不合 是怎么回事 好了 都是开放式的问题 但都和王牌有关 好 沈唐 请问王牌播出时间是 每周五晚九点十分 一点毛病没有啊 好厉害你们 没有 这个是PD说不可以答错 这刚才合了好几遍 请问最喜欢的王牌环节是 传话筒 传声筒 我本来觉得 有个情怀 他真喜欢情怀 有个花花最喜欢情怀吧 下一题 沈腾帅还是刘德华帅 刘德华 原本也 刘德华 刘德华 你跟他种什么 你们要道具吗 陈老师 你拿着地挡着点 拿着地挡着点 下一题啊 请问王牌家族谁画最少 小童 刘德华 沈腾 刘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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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说的对方 再来一遍啊 请问王牌家族谁画最少 刘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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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背了 不是 刚才我不是提示大家了 不管什么都说沈腾吗 扎心了 看见没有 什么叫家族的人 你看这就是家长会做的事情 我看出来了 腾哥假睫毛都丢了 真的不是小童吗 真的不是你吗 是我吗 是你 可能话最少的是花花 因为我起码还有口播 让我在节目里多说几句话 跟沈涛说 他话比你还少 他至少还有口播 我呢 腾哥 我看不下去了 怎么换位置了 实在顶不住了 我脸都给我滋漏了 最后一道题 我看谁要是喷了 下一季换羊笛我跟你说 是吗 真的 如果是小童错了呢 也换成羊笛 对 不管是谁 你俩撞行 这个错了真换羊笛了 王牌家族本季的口号是 本季的口号是 王牌家族谁都不如 王牌家族 王牌家族 哎呀腾哥那个曲的 画桶都不敢拿上来 你为什么边说眼睛还边要往边上瞄呢 这么担心被换掉吗 因为我觉得杨迪确实可以取代我 没有没有没有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王牌天台 朋友之间聚会啊最舒服的呢 就是把大家都邀请到家里来 放松的坐坐 吃点喝点聊点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好朋友们请到了天台上 一起来开一个睡衣派对 顺便呢把最终验证这个事啊给解决了 来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天台上 他在走内心戏 这是一个心资比较重的朋友 大爷 六鸟的 这么好的朋友都不等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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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成双成对的呢 因为真朋友是一起出来的 哈哈哈哈 说啥呢 两位商业巨饿 巨饿是有多饿吃多少东西 到了您呐 感觉展脸姐特别有钱 哇 哇 为什么这么设置呢 就是想说我等这个朋友等了很久了 我终于等到你 哎呦帅气的朋友啊 哎呦 你们俩像那个包租公和包租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花花今天穿的像不像那个 就是北京遛鸟的个大人 哎呦 哎呦 怎么遛这么低啊 哈哈哈 这是哪儿的鸟 哈哈哈 特别轻松的环境啊 但是特别轻松的环境 还有一个不是很轻松的最终任务要完成 我们的最终验证还没有完成呢 为了考验一下好友彼此心理社会协同作战的能力 我们用一个也是朋友间经常玩的桌游来决出最终的胜负 柳姐这张好可爱 嗯 像我这张他们选的 哈哈哈哈 戴玉帽就最巧的一张 那现在由腾哥开始来发牌 开始 之前呢只有花花拿到过功能牌 偷天换日厉害了我感觉 厉害死你们 弟弟啊 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哈哈哈哈 挑一张 任选啊 这么大气吗 很有用的 是想把它给割吗 要我说啊 花花是真纯爷们儿 哈哈哈哈 简 厉害啊 给架上去 等等等等我那锅盖几下白砸了 我们我们我们靠实力 那么花花就给出了两张功能牌了 接下来秦美一组玩家将手中成对的牌扔掉 好 怎么这么多脸 这 这是另外一对 对 这是一对 对 没了 咱们出事 合适啊 哈哈哈哈 都是好少啊 真的 都是好少啊 我再看看 太牛了 这一把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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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放在边上 对 就一对 小童有两对 现在就可以算出来 两个一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剩下的一张一平 就他们俩手里 这样算出来的 我想听听你的分析 简单逻辑 就是看出了对可以猜剩下的那张牌在哪两个人手里 不在哪个人手里 就是可以算出来的 对 看我四张 花花几张 六张 我五张 我六张 谁少谁开始抽 那你抽 抽哪张你都有 我们这牌特别满 肯定有 他们的一到六 哈哈哈 小童抽完以后是花花抽小童 给 碰 这个碰 没有 炸弹给他了 哎呦花花 您都那一手排 九张啊 还那么帅干嘛呀 炸弹在那儿 小心啊坦哥 这张是炸弹 是这样啊 他手里有个一 嗯 所以这张是一 我们不需要 这张肯定不是二 因为他俩二已经摆出去了 所以 这张牌 你把咱们的牌都念完了 我们不需要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十六四 都知道咱们是啥了 我们要一不要一的 哎呀我 我我我这个 我这 我我这 这一个 这一个 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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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这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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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嘘嘘嘘 真是太准了 哈哈哈 你老都请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 真吸了半天 哈哈哈哈 看看他手里有多少牌 我手里有七张牌 哎呀我 哎我这 哎我这算得准吧 哈哈哈 洗一下洗一下 应该我抽那个彤哥了 my brother I believe you my sister yeah which one you say 你说是那张 我就相信你 which one you say 哎呀 照我对你人品的判断 你得弄死我呀 我要这一张 我要这一张 我能录刻一下吗 哎你看看出不去 还没凑成对 这么这么多牌 还没凑成对 这太差了 对就这张 太斜三 其实我抽他任何一张 我应该都有吧 对 我的牌太多了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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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走啦 yeah 咱们抽 你看他前几把摆牌的顺序啊 他把最危险的摆在这儿 但这这把呢 他手里想不想要的 其实也没关系 对啊 真是半天 哪张都不太想要 你不想要我想要 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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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想让我送你还是想不让我送你 玩心里是吧 玩的是信任 就觉得这张牌不是炸弹 就抽那张 对吗 就抽那张 我相信你哥 我相信你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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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变应万变 我也不知道在哪 背面都不让人看 来 开 开 哎呀 怎么把我卡当 随便抽 没有 来 来有了 有了 行了 关小鹏 就欺负妹妹 来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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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看看啊 来让那哪个 我抽这个 等会 最左边的 最左边不是这个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又卡当 来 我觉得他那有 肯定有 相信我吗 那张肯定不是 我把这个给你抽走 小彤那块应该有二有五 他抽过来的不是二就是五 所以你要二五是吗 你又把咱们的抱了一遍 哎呦 咱们又不用二 咱们哪有二和五啊 哈哈哈哈 就这张了 哎呦 哈哈哈哈 二跟五怎么能抽一四呢 哈哈哈哈 哎呀真的是 啊 几张牌啊你 三张 我知道你用啥 哎呦 你别装你别装 我用啥 这张你拿走 就这张了 还真真用这张 哪有 哈哈哈哈 来吧 哪张 哈哈哈哈 不我也不给你们看 就一二三四选哪张 这张这么选 这咋的 我也不知道哪张 一 甩开来甩开 看 看 哈哈哈哈哈哈 耶 公鱼 哦 my best 哈哈哈 天呐这都抽走了 从这一路过去啊 你又回来了待会儿 太危险了 哈哈哈哈 哎哈哈哈哈哈哈 每一个三 有三 啊走了走了 哎呦厉厉厉厉厉厉厉 哎你们可以用那个招了呀 因为这点就可以回来了 这会儿是有炸弹的没招 你们不用点道具吗 我们怎么抽花花都走 抖转星移 抖转星移功能 四人根据顺时针 或逆时针方向进行换排 我这把抖 对了对了对了 那我抖转星移 跟你抽了腾哥 还是跟你抽 炸弹子 我刚才我不抖转星移 我抽他就赢了呀 他也有抖转星移 不是你现在再用回来 抖转星移 我这张牌就又到你那 我那牌又回来了 你就走了 我再抽你你就走了 这是绝招 你还要转 抖转星移 要转回去了 我再转回来 腾哥抽我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你要是转不到我 我就赢了 不是 他赢了无所谓 咱们不是做一个就行 但是我这个人心胸狭隘 最坚不得别人先走 那么你要启用的是 难道说 就是你曾经给我的这一个 我也比太差了 你偷天换日都是偷来的 偷天换日都是一个适合给我的 哪也不能让你走 偷天换日功能 发起技能的玩家 通过旋转轮盘 与指定玩家换牌 先上轮盘 开运气了 箭头对着你了 corners 就是 我饿了 桃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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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桃虎 Yeah 什么 对不起吗 画花的牌 李儿姐 我是一个卑鄙的人 我用别人给我的童铁欢迎 我这也怎么这样 炸弹在谁呢 在我这里 咱们闹了吗 到谁了 抽他一张 你这出什么事这人 他一张二一张五应该是 或者一张二一张一张七 这个好一点 好一点哈 我看一眼是不是 哎呀不是哎这是 哎如果我们从您接近 我们这张二走出去 我们只剩一个炸弹 我们是不是就输了 这样别人就别人 你出我的牌啊 这下可以让你拆牌了 又被一张 对了哎呦呦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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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此决裂吧 腾哥 哥就要张七 这张就是七 我觉得他说的事就是 是 七 看到没 走了 现在就该贾连姐抽花花 约约相报核实了 二选一 看你抽中炸弹 还是抽中你要的牌 花花 不管结果如何 我错了 我不原谅你 这张就是你要的 上面那张是我要的牌 是吧 我相信你 因为我这么对你 你肯定也会这么对我 就是下面那张 你懒呀 下面那张 你还不信我刘姐 我都说了上面这张是你要的 我都说了上面这张是你要的 小张 你还要不要我 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 好嘞 不是 他还有一张 咱们还有一次机会 有可能我们抽成一对就走了 这个时候你又可以卑鄙起来 卑鄙的我又回来了 来吧 来吧来吧 你说我们要不要相信他一次 相信 右手是炸弹 右手是炸弹 这张是吗 对 我们要不要信他 信 你说我们要不要相信他一次 相信 右手是炸弹 人还不会成长吗 人还不会成长吗 成长吗 还想再骗我 我还会再被你骗吗 还找不到 大家玩 你还会要我吗 恶有恶炮 我们已经渣了 我们要进入新一轮的精彩比拼了 马上进入下一环节 当机立断 就从腾哥开始吧 好不好 你最喜欢的男演员是谁 五个字回答 五个字回答 最喜欢沈腾 张萌 张萌特别实在 最不满意自己身体哪个部位 五个字 脑袋眼睛 腿 腿 这不绝对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不满意呢 咋的咋的 这腿不招人歇着啊 羡慕我 羡慕成啥样 天天看着贾铃腿都刘海朗 什么啊 哎呦我天 一个部位说了啥 喷嘛喷嘛 我 我的小肚男 可以吗 晚了晚了晚了 我们也知道了 你也被喷了 你说真的是谁 最不喜欢王牌家族的谁 一个字 你 我们俩撞行了 这个包子太响了 我们俩撞行了 那撞太狠了 都把你撞变形了 王牌家族最不想谁来参加 三个字 三个字 真是你 真是你 我再走过去 只有你 只有你 你差点摔了 只你 这屋里你最讨厌谁 三个字 想说我发现我名字俩字 对吧 对 我说想想 杨迪啊 直播间里 最不喜欢的明星是 哪吒 太多了 除了脸有点胖以外 好对不起 杨迪 喷都喷完了 这么才说 感觉这个时候 说的真是实话了 你的通告费是多少 四个 什么四个东西 你的通告费是多少 公益免费 你还没有这个价钱你 形象高大了许多 竟然没有被喷 凭什么这凭什么 你最不喜欢的运动五个字 不从来不运动 六个字了 六个字 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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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厕所没带纸怎么办 六个字 打电话去求助 漂亮 求助谁 打电话 不是打电话 求助谁 真的是游戏黑洞 打电话去 最不喜欢女生性格的四个字 艰烂禅华 有文化有文化有文化 这个有文化这个 因为这就是我哥自己本质 我把它放大了 王耀庆 关晓彤杨迪三个人去你直播间 谁的成绩最差 说实话吗 当然了当然了 对不起告辞了 我走了 就告辞告辞 再见 当我没有来过 你不能走 我们想听 我们杀到底是谁 瞬间觉得踩坑了 对不起 那换句说吧 谁的成绩最好都可以说 说实话真的不太一样 然后那个小同学的话 就是大家都会喜欢他 而且卖的是最好的那次 成绩最好 那是一般的是谁 对 神第二呢 神第二呢 我觉得很坑了 对不起 神第二 告辞告辞 我又踩到坑了 这个问题也别回答 也影响我们那些商业资金 那我们小同获胜 这轮要接受林语惩罚的是王牌家族 王牌家族请自己选择站在哪个水桶下 看运气了啊两个是有水的 来你们先选剩一个最危险的给我 小同学第一个选的啊 他喜欢粉色 他喜欢粉色 看看啊 他们一般来讲 第一个应该是空的 凭我对他们的了解 哥那我去 我听你的 你去吧 完了 红的和蓝的应该是空的 我就看你分析那么多 最后你那个有没有水 我就来这个吧 准备好啊 来美人握住自己的那个绳子啊 往后站一点 老师翔哥你握的是我的 请准备好 王牌家族接受惩罚 三 我相信我自己 二 哎呀我怎么觉得是我呀 一拉 你这样 Whoever 你带一下 沟哥 还有百分之五十是你 三 二 一 拉 我们别拉黄的 直接让腾哥来判定自己的绿的 有没有 往前站点 一二三 拉 一二三 拉 少彤 你选那么早干嘛 这类玩法升级 任意提出问题 对方必须给出三个答案 字数不限 好 赵萌开始吧 好不好 第一个打头来 好嘞 最不想合作的三个男演员 杨迪 王耀庆 沈腾 哎呦 哎呦 提起来呦 你等你要是让观众看见 你跟我们仨合作的 哈哈哈哈 来 贾玲提问 这个心口不一的女人 哈哈 贾玲 王耀庆 杨迪 关小彤 四个人在你直播间 最喜欢哪三个 打了了 再见 哈哈哈哈 再见 薇娅好惨 好了好了好了 说三个 你认为卖货卖的最好的明星 就在他们四个里面找三个 哈哈哈哈 但有一个没去过我也不知道啊 薇娅我们仨都来过 就说我们仨怎么了 哈哈哈哈 一定要把我们排出去 哈哈哈哈 你最不喜欢自己的三首歌是哪个 啊 我三首歌 最不喜欢自己的 最不喜欢的 啊 昨日今天 啊 我未来吗 未来会写的 为什么花那么大劲 要写出三个不喜欢的歌 哈哈哈哈 明居都不喜欢的歌 那个齐天 齐天小胜 我的帆布鞋 豆狗 哇 没有那么多自己不喜欢的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我鸭鸭鸭姐最好的三部戏是 那个 超时空同居 公 哈哈哈哈 哈哈 五四 花花 最好听的三首歌 最好听的三首歌 哈哈哈哈 我一首都不喜欢 哈哈哈哈 你要说三首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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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猜就不知道 哈哈 我一辈子会的三首歌 我都用在游戏里了 平剧 来声人 爱情鸟 气死我了 哈哈哈哈 提问啊 提问提问 在国内看过 最难看的三个 电影或者电视剧 电影或电视剧 夏洛特烦恼 修修的铁拳 疯狂外星人 这都不爱看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跟大众不一样 哈哈哈哈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有人看没人看 过上两天栽栽球 怎么着 哈哈哈哈 快提问吧 娃娃 把那个 鸭鸭哈哈 介绍 三种 新疆的 甜食 哈密瓜 离馅 哎 这么自然 不能像我们似的 做做一点 想一想 哎呀急的 甜点 新疆啥都甜 新疆的姑娘最甜 哎呦 哎呦 哈哈哈 为什么说出三个理由 哈哈哈 哈哈哈 日照时间长 哈哈哈 加速提问 你们提的越快 对方越难反应 Exact 来来来 幼稚 最讨厌的三种食物 三种食物 很难的 猪血糕 可好吃了 我真的不爱吃那个 除了猪血糕之外 再说出三种不喜欢吃的食物 那个臭豆腐 长沙 臭豆腐 然后杭州东坡肉 看看反方同学的嘴脸 看看 那个 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你都不喜欢吃 他都是说实话的 很夸夸这个实在 选择和合作 NG最多的三个演员 NG最多应该是我自己 还有两个 三 黄菠 二 黄菠 李锥 说的真话 我说第三个人说的是谁呀 他说的李纯 有个演员李纯女生 没有没有没合作过 也就是因为 前两天刚来过 脑子里一直想不起来别人 瑟瑟发抖 天里脾气最大的三个艺人 都坐在旁边了 我们仨个不好惹 马上演起来 沈特哥说出自己的三个缺陷 身体上的 那 那 咋的 这 这一个没有 我爱说的 我爱说的 来 你说选择的三个缺陷 尖缆长华 我还有很多 怕个轴不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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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轮啊 统计了之后呢 哎 不是吧 还是王牌队要接受惩罚 这啊 这 去往哪里选个桶吧 小桶我要你 我就还选粉的 真的吗 就跟命运作斗争 那好吧 我选粉色 小桶又选好了 这个三个桶又选 这个三个桶又选啊 三个桶又选 哦 我觉得黄的里面肯定有 不能碰啊 你就那儿吧 行 我就选这个了 哎呀 那我还选这个呀 你自己选 我建议是这个 那我还选这个 我觉得 粉色不能有第二次 对 那我是这个 花花蓝色 之前咱第一把是这个 还是这个 可以啊 可以 女士们和女士们 来啊 来 抓住自己的绳索 倒数三秒之后 请拉动自己的绳索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还是 然后 呢 笑 那你开啥呢小桶 哈哈哈 你们俩 你这位置 站得太准了 小童本来没有 但是在整个头上 这个地方平台泼开 泼到了小童身上 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份礼物 真的 我先看看给贾玲准备的 这份礼物是什么 好吧 来看看 好 零 感觉这几年的工作 经常是和你一起度过的 真的是有点多 吃掉一个铺蛋 这个我记得 这个我记得 明场我也有人不信 道居老师 你要是为难我 我就让你看看我 我跟佟哥在一起 忽然就觉得自己站在这边 要稳重许多 你的稳重 跟站谁旁边没关系 山路十八弯 赵雀山路十八弯 哥你总算赢一次 关键时候不还是得回到我身边吗 在这个节目里 我们好像一起变成了最爱狡辩的人 咱可不要啊 我要我要我要 王牌家族得不到分的时候 你可劲儿帮着我们的画面 确实是太拼了 可以可以 王牌这行啊你 全家都攀拼了 快给喝点胖大海 吴建筑 家灵猫啊 你很少能有观众知道 你是王牌家族 和所有嘉宾的联合计 我去祖峰跟一伟那边坐着吧 这样我坐这边来 我给你俩弟弟漏 你看啊 清笑 花花 要不要多说一些理由 你猜三号 我也猜三号 三号 哇一共就三句话 每次你和嘉宾的互动 我们都能感受到 你再尽力地 让节目变得更好 压力我 我帮人正常 这我配合一下 我配合 首先我的身材是 这几年我们都有变化 体重重了 累点低了 真的刚才在网络 站在那上面的时候 突然觉得 你最近真的太像一个老太太了 没有 我俩是 可能累点有点那啥 我们能做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对 只是希望就是大家觉得 就是我们这个期间 还能送一些欢乐给大家 节目要结束了 我也要暂时离开你了 我要减肥了 你自己看着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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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您的信 对 腾哥就是自己录的 完了自己看了一遍之后 又一次老泪纵横 哎呀 贾雷有什么想对腾哥 病了 病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种感受 这种感受就像 有一个名字叫 搜妹 灵魂伴侣 对于我来说 我认为她是一个灵魂兄妹 就是感觉能遇到挺难得的 因为其实喜剧演员也挺多的 说要在一档综艺里 搭档的这么的 有时候我自己看都觉得 哎呀 还确实是有一点点默契 可能跟你的那个脑神经好像正好能搭到一起 有时候也是跟不上它的节奏 但是尽量辅佐好吧 就感觉就是那种感受 因为老大嘛 这是属于王牌家族的老大 其实你们俩不光是在王牌舞台上在合作 在其他工作当中 其实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那电影是腾哥也去帮忙了的吧 去年那个基本上是这百亿票房男神嘛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邀请 主动说说我过来客串一下啊 我一琢磨哎呀我放过他干嘛呀 回去我是真是组织团队改了一个月的剧本 我过去给腾哥读剧本 我说你看看你觉得合适 你就来如果不合适的话 我们再调其他的角色算了 心眼可多了 感觉就像带个小同事小编剧之类的坐那儿 读到哪儿那人就笑 读到包包了那人 这时候还带一个领袖的 特别想踹他 我们看看下一个人的礼物吧 经常被贾玲欺负的妹妹 我们来看看小同 我最深圳的场面是 农婷要找爸爸 平民的找爸爸 扁扁的北京乡 你不哭了 你也只得不哭了 平民找爸爸 她那语言节奏现在也这样 希望可以和大家特别开心的消息 李文人一只二只两条腿 我其实特别喜欢你 人特别地体贴 总是在录得很累的时候 站在我后面 帮我捏肩膀 当然也有时候因为 有什么害怕的事情 也躲在我的背后 当时是16岁的时候 拍了一个电影 很多人就黑说唱得又尬 然后跳得又不好 太可怕了 我就特别抵触这首歌 特别讨厌这首歌 就真的是讨厌 来吧小偷 让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就别等了 你现在也是有家的人了 我特别欣赏你敢于直面争议 跟我们吐露自己的心声 那个时候觉得你特别地勇敢 我就是很喜欢看你在节目上的 每一次的舞蹈 长胳膊长腿 在姐的心里 你就是A班C位 你就是我们王牌家族 势如珍宝的小机灵 关小童 我不太想让妈妈变老 放心吧 妈妈就是 不会让你担心的 私下里呢 你就是跟所有的 同龄的女孩一样 是一个22岁可爱的 小女生而已 好了 差不多到王牌家了 小童这块可以就这么 就这么可以承认 人家那叫妖 原来那个就是妖 这一切我会一直记得 今天你就要在王牌对王牌 第五季舞台上毕业了 当然同时你也迎来了 自己的毕业季 即将踏入社会 在这里我祝你在今后的日子里 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温柔的带你 同时也希望你每走的一步 都包含着你的努力和认真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腾哥 花花小童 我们就是谁都不如王牌家族 我的感觉我会成腾哥 我觉得每次说花花改变最大 但是我对小童的改观最大 因为一来的时候我很害怕长腿流量 因为有时候会言语不当啊 特别怕这种那什么 但是昨天我们还在看宫廷的那一期戏里 连我穿着裙子坐着都并拢双腿 小童插个腿就像一个一条汉子一样 哎呦这个我可猜不出来 但是我其实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一声 你现在看到的那样坐着的小童 私底下就是那样的 对 真的就是一个北京特别单纯的一个小女孩 小童原来不会跳舞 这来王牌逼的 逼成一个舞蹈演员 我们仨都跳不了啊 就逼她一个人 我很幸运能遇到他们三个 因为我第一季来的时候想说 要与三个等于算是陌生人 要一块录节目真的挺害怕 就怕万一比如说 欺负你哈 那你没想到欺负他这么严重啊 我以为一两期以后就会放过我 他承担不了什么 他得承受一点什么 主要我就很害怕 比如他有很多事 或者李儿姐有很多要求 包括腾哥会不会那种 发现三个人都是 就是很自然的人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所以才会营造出来一个 就是那种很安全的环境 就会让人有安全感的环境 这个人是值得信任 而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很感谢腾哥 和李儿姐和华振宇哥哥 感谢你自己吧 对 对 对对对 小东今天也要毕业了 真的祝愿他就是 真正踏上社会之后 一切都会越来越顺利 放心反正家里人一直都在 你做什么去哪都挺你 再一个是腾哥的理由 让我们欢迎王牌背四手 神唐 强哥在你心中是什么形象 神 送你之神本体 你说过来这些 你们骗我了 哈哈哈哈 哗哗哗 这歌都是你们年龄段的吗 不是啊 你在那 打的打的打的 如果他是白哥 那你不就是黑我 我去 他来了 这什么 这什么 这什么来 怎么回事 傻 哈哈哈哈 不行啊 这是谁啊 哈哈哈 这三个招 没想起来他是谁 哈哈哈哈 三个招 小哭包 哦 腾哥其实也是男人有泪 不轻弹的 这两年膝下有黄金 还是真的 这弹 这天天弹 不哭了好孩子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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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老腾 哭的呀 我劝他半天了 我说这是一个女孩 选秀的 不适合你来哭 我怎么都没想到 他会说出小可爱 这三个字的答案 以前的感动的环节 还都坐着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都 鼻涕什么的都插桌子上 哈哈哈哈哈哈 一听要退休了 还真的是 哎呀 难受啊 因为他对于事物的体验 就非常的细腻 这真是一个 就成为大师的 他的原因所在 他的温暖 他的照顾人 每次跟我们分享 故事时候的真诚 就让人觉得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你有需要 我就帮你去穿戏 谢谢哥 有天赋之后 还得付出比 正常人 就是更多的这个努力 舞台一开始 灯光一打到他身上的时候 玩游戏 或者其他的时候 都是精神意义的 但其实很多 上下道具的时候 很多都是会 非常疲惫地靠在 鼻子上面闭目养神 他其实私底下是很累的 因为我们节目 年度就比较久 小丽腾哥说 腾哥你多喝水 多睡觉 多吃饭 多休息 腾哥非常感谢你 这么多年 一直在王牌家族 你是我们 王牌对王牌 这个节目的灵魂 所以希望你可以 继续跟我们一起 好好把这个节目做好 腾哥爱你哟 爱你哟 爱你哟 腾哥我们游戏组 非常的爱你 腾哥爱你哟 腾哥爱你哟 腾哥爱你 fury 狯心爱你哟 我们爱你哟 腾哥爱你哟 腾哥我们爱你哟 腾哥爱你哟 memorü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节目的道具真的是精良 种类还多 种类还多 干活还快 还细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我去比如说拍戏的时候 那个灰尘一大 我就会心里特别难受 完了之后反应也会特别不好 你看所有嘉宾都不觉得 我们赶出来的道具会有味儿啊 特别干净 特别干净 而且活特别细 我觉得每一部门都特别争气 虽然王牌对王牌这个栏目组的幕后工作人员 是所有这个全国乃至全世界各种栏目里面 最爱上镜的一个 从这个总导演吴童 以他为首啊 你还真别不信 我跟你讲 直接看下一个短片 好 三 二 一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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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是我吧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2018年的那一天 我们在整个饭桌上邀请你来王牌 大概只聊了一个话题 就是你问我 你为什么要找你 你能不能做好 我说我们试试 相信可以 掌声有请出 新成员音乐鬼台华天宇 希望大家就是我们有一个愉快的一个周末 不知道为什么花花透露着一股老气 尽管你刚来的时候 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连你自己其实也是 请检查一下华晨宇的脉还好不好吃 稍微出点声花花 参与很重要 可 可明 漂亮 漂亮 太丢人了 你给我发了很长的信息 普通导演 其实我的压力真的挺大的 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我以前都是在音乐上逼死自己 但是这次不一样 我第一次录综艺 我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离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这两年来发生了什么呢 黄花是一个 不是很能打开自己的一个人 但后来他上了这个节目之后 好几次问他 我说你在这节目里开心吗 他说特别开心 对对对对 我觉得整个人会放开了很多很多 我不打接受什么 你永远不能我身边 也计就是要随心所欲 高举你的手臂 拿出你的勇气 不要放 可以啊 过干冠军 华晨宇 他太厉害了 我是你粉丝 真的 大晚上我跟李光杰一块看你的节目 我是你的粉丝 你比我唱的好多了 谁家孩子这么争气 漂亮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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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歌我太熟了 你真狂 我在这儿 我们也非常开心 我们开心的不只是请到了一个好嘉宾 我们开心的是我们逐渐成为了一家人 我满脑的想就是 没白认识你们 太熟了 不叫死打了 不叫死打了 其实我们非常感激 感谢腾哥 感谢林姐 小童 花花 因为有你们四个人 缺一不可的存在 我们大家才坐着这么一个家庭 组在了一起 五年 人生有几个五年 谢谢你们陪伴了我们王牌的第五季 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五年 又五年 好 太棒了 这个人是梧桐 腾哥口中最爱出镜的人之一 就这我都能压对题 但他也是这个节目最辛苦的人之一 那当然了 我觉得其实 就是 我果然还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突然把我弄紧张了 我说实话我也质疑过梧桐 这话我没跟他说过 我说怎么把花花请来了 花花我以前认识他 对 就不出事了 我说 完了 上当了 我说这请来肯定就 这起码四分之一就塌了 我一开始好痛苦 刚录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 每一个环节上来之后 导演都会提醒我一下 说那个腾腾 一会儿那个多Q给我花花 带动一下 我说Q啥呀 我说Q完了都没动进 我说Q啥 后来可好了 后来自己也愿意说话了 也愿意笑了 主要是笑容特别多 我自己能感觉到 我有一些变化 刚来王牌的时候 从上一季 我甚至都会质疑我自己 尤其是头两期录完 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 不应该 就是我会有点后悔 我会怕我有点 没有办法为这个节目 带来什么好的效果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让大家欢乐的一个节目 我唱的是我们 我们唱的是我们中 中国话 我们说的话 可是我其实是一个 没有那么多综艺经验的人 因为小童也是 比我也小 我跟小童一起来 我可能没有带好头 就是我不说话 然后可能影响到小童 他也就跟着不说话 小童觉得哥哥也不说话 好像不说话也能混过去 对我就在想 如果我是一个特别闹腾的人 说不准就带着小童 一来也就会的会的 特别闹腾 但是彭哥跟刘姐 时时刻刻都会照顾我们两个人 会时不时地就去 Cue我们两个人 然后我们两个人 已经能立刻感受到 哥哥姐姐的 想要我们说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 就是一个默契 其实我觉得 花花呀 包括小童啊 贾玲 还沈腾 我觉得你们四个人是 真是缺一不可 因为你不觉得 你们四个挺互补的吗 这是很难得的 尤其做综艺 特别不容易 刚才谁说灵魂 我就在想 综艺的灵魂是什么 因为其实综艺 咱们都没啥经验 说实话 对 但是我感觉 综艺的灵魂 应该是真实 我觉得大家看那种 设计过的呀 完了之后 这个 有人设的呀 看那种 看得有点多了 就大家都明白 那个套路了 可能 就剩这么几头烂算 还挺真实的 反而就对了 是